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是董小姐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 鸵色大衣合集 鸵色也是秋冬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大衣颜色 我觉得它是除了黑色之外 我第二习惯的一个大衣颜色 它相对于黑色来说颜色会更加温和一点 然后也更有气质一些 虽然没有黑色那么那么百搭 但是它搭配的可能性也是蛮多的 那今天分享的鸵色大衣除了颜色上相同 我觉得它的设计点和适合的身材都不太一样 我也会逐一跟大家分享这四件鸵色大衣 然后每件鸵色大衣 我会跟大家带来两种搭配 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穿搭灵感 那我废话不多说 赶紧开始这个视频吧 第一件鸵色大衣 整个的版型我觉得是 还是会偏H型 肩膀这一块相对于普通的H型 做得更加柔和一些 但是它这边也会有一个肩线的提醒 所以说整个穿上去的力挺度还OK 那H型的大衣相对于普通大衣来说 它的优点就在于比较百搭 然后适合的身材也是比较多一点 我觉得这件利领它做的会相对比较自然一些 然后利领的这个长度也不是特别长 所以说不太会卡着脖子 然后这件面料真的非常非常好 触感非常柔软 但它上身的力挺度也是非常够的 然后它面料是90.5%的绵羊毛 还有9.5%的山羊绒 所以它整个的质感是很好 加入了山羊绒之后 它本身的保暖性也会更好 因为它风格还是相对于比较偏潇洒 比较偏通勤一点的 所以说我第一套look也是搭配的相对于比较概念一些 第一套里面的内搭就是一个棕色的衬衫和一个牛仔裤 然后底下搭配了一个靴子 这个衬衫也是我当时一试到就非常比较喜欢的一个单品 首先它的版型是比较正好一些的 然后整个版型也是比较力挺一些 长度的话不管是前面还是后面 我觉得是刚刚好的 很适合当内搭的一个衬衫 领口和这一部分做了这种褶皱的一个元素 那这两个部分本身在作为内搭的时候 也是很容易被看到的两个部分 但是又不会设计的太过火 比较克制的一个元素 铁色跟这种棕色系搭配出来是算是一种顺色吧 然后它这个纽扣系起来全部都是隐形的 所以整个系起来都很简洁 包括它系起来里面的这一个面都是用的是同一种颜色 就是颜色是顺起来的 这种细节就做得很好 腰带系起来的话会更加凸显出腰线 大口袋的设计我特别喜欢 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方便了 然后搭配了一个BB的这款包 就是比较通勤一些 解开扭扣正好又露出这一部分 我觉得也不会显得太单调 也可以搭配一个同色系的一个马甲 增加一点层子感也更保暖一些 马甲的颜色跟衬衫颜色其实是有呼应的 如果是撞色的话 我可能就把领子放在里面露出一点点 但是因为它是顺色的嘛 我又想突出一点亮点 所以我就把领子这边翻过来 就是会有一个设计点上的冲突 把领子放下来是这种小领子嘛 就相对于大领子 我就想要领子更秀奇一些 如果想让整体风格更加突出一些 其实可以搭配一个这种帽子 然后帽子正好跟鞋子的这个皮质是一样的 所以可能会有一个风格上的呼应 然后这个搭配的靴子 我觉得其实会比较偏运动感一点 比较休闲一点 可以搭配这种长靴 我觉得就是会显得腿更细 这两个靴子还是挺能看出差别的 因为这一块显得更加细 搭配的第二条内搭里面是一件饱和度非常蓝的 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克莱因蓝的毛衣 底下搭配了一个裙子 那上面的这个毛衣整个版型是比较宽松的 它虽然长度会稍微有点长 但它整个上身的版型是比较力挺 所以你搭配这种偏直筒的裙子 整体它不需要特地去强调什么腰线 我觉得整体看上去还是比较显 瘦显高的 像里面这一套蓝色毛衣和黑色半裙的一个组合 我觉得算是一个很百搭的内搭 因为本身这个蓝色就是一个非常体亮的颜色 它能跟很多颜色搭配 蓝色跟坨色搭配算不上非常冲突的撞色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碰撞感的 整体搭配出来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它里面的宽松度是非常够的 所以说你看搭配里面的毛衣也不会觉得太臃肿 整个的包裹度也是比较好 搭配的是这个包 这个包是之前他们送给我的一款包 然后之前也露出过比较多次 因为我觉得这个包其实还挺有风格的 会让整体增加一点点通勤的感觉 这套我觉得属于那种又有一点通勤 又不会觉得在冬天太沉闷 当然里面穿着比较厚一点的毛衣 我就不建议系腰带了 因为我觉得系上去它的效果 没有敞开的就非常好看 还有搭配一个帽子 非常非常适合我的头型 我觉得是最适合我头型的一笔帽子 接下来分享这件大衣 那这件大衣应该是我这几件驼色大衣当中最白搭 然后适合的风格也是最多的 不算是特别明显的某一个型 如果说的比较笼统一些 我觉得就是阔型 那这件大衣就算搭配我里面的这套 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整个衣服的版型上身就是很好看 然后它的设计点就在于它这个领子的部分 它领子是会有一点点这样往下垂的 它不同于像那种这种 它这种的领子的话就有一点太普通了 但像这种的话 我觉得视觉上其实可以拉长你脖子的这一块 显得脸型各方面都会更好一些 大家都知道插肩秀 视觉上让肩膀更收一些 所以比较适合宽肩的女生 但像小个子女生 这一天它做的是一个立材插袖的弧形袖 所以说你从侧面看 它也不会显得太往下 它还是会有一个弧度在这边的 所以你看它整个的领子 其实是有撑起来一点的 就不会显得太太弱 太弱的袖子确实会显得没有什么精神 也是90.2%的绵羊毛和9.8%的山样容 所以整体呈现出来的质感是没有话说的 就是有的大衣一上身 然后特别是细看 你是能感受到它这件大衣本身的一个质感 然后这件我也是搭配了两套 一套是会偏休闲一点 一套是偏运动一点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当时吐槽它的点就是在于它两边的这个袖子的设计 有点太复杂了 就我原本期待的是很光很简洁的一个剪裁 所以说我会搭配一个毛衣 只让它露出它该露出的部分 这件毛衣省个上手的一个舒适度是非常好的 非常非常柔软 这个毛衣的宽松度对我来说是正正好的 露出的这个部分又不会太夸张 搭配就是这种直筒的裤子 然后这个厚度也是蛮够的 我觉得还蛮适合冬天搭配的 然后整个版型非常力挺 所以里面的这套内搭我觉得会相对于 有一点点休闲感 有一点点学愿感 甚至我觉得里面这套还蛮中性的 我觉得男生这样穿也完全没问题 大衣的绣果做的是刚好的 就不会太长 太长的绣果会让人显得不太精神 这一套整体的风格就是会比较休闲 比较日常一点 想要突出这两个风格 就选择两个帆布袋 蓝色的话是我搭配的时候 我觉得最不容易出错的 因为它可以跟里面的单屏 有一个色系上的呼应 我是觉得这种帆布袋 跟里面的颜色有一点点冲突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会体谅一下 维基我也是选了两个 就从我这个视频上的这个角度看 我可能觉得这个更适合一些 因为已经有一点点提亮了 然后这个就是会跟身上的搭配 更呼应一些 整个一套就是这种感觉 像这套我就觉得冬天出门 会觉得既保暖 又不会觉得太过于打扮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你会发现 坨色跟很多颜色搭配出来 效果都还要搓 你看跟绿色搭配也很好 对不对 好看好看 第二套里面的内搭 我们就换成了一个很运动的内搭 运动卫衣 在家运动裤子 像是双小白鞋 然后这里面的内搭 其实有时候在家就可以这样穿 比较舒服 比较俱佳 没什么太多的搭配 如果你要出门 不想显得太运动 太随意的话 就这时候可以打一个 像种大鞋 我这件尾 其实已经算是比较宽松的了 比我这个薄一点的 完全没有问题 我这里面穿是正正好 搭配上外套之后 整个出门 我觉得就不会显得太运动感 或者是太随意 活色跟这种灰色的搭配 颜色也很好看 里面的这个蓝衬衫 我刚刚就没有把它脱掉 直接就叠搭在里面 其实也能起到一个体量的作用 像这种莲帽 唯一和这种大衣的搭配 还是蛮常见的 但因为它这领子做的 比较往下一点 看上去会比较协调一点 因为如果你领子 卡在上面 或者显得很大的话 就会觉得这一块有点奇怪 第三件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大衣 然后这个大衣 我相信只要了解过他们家的人 应该都知道这件大衣 这件大衣算是他们家 最经典的单品 没有质疑 我拿到的是 今年他们的一个新色 也是做了一个坨色 其实他们家之前在做黑色 还有去年的青色 我当时心里就有在想 为什么这么好看的版型 不做一个坨色 果不其然 今年他们做了这件 这件衣服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 小个子人穿 因为它设计的好几个点 都是在提高它的腰线 和让它整个版型 显得比较力挺一点 因为小个子 其实最怕穿上去 会显得太压个子 但这件就不一样 灯笼绣也是他们家 常运用的一个元素 但我觉得这件 是将灯笼绣的优点 发挥的比较好 特别是肩部这一块 到手这一块 整个人会显得比较精神一些 他们一件衣服 能卖这么多年 我觉得确实是因为 白型做得很好 背心我选择的是 这种青色 这种青色跟坨色 搭配出来 我觉得会比较有 复古感一些 零厚的这个设计 正好能突出这一块 然后里面是叠搭了 一个黑色打底衫 因为我觉得更保暖一些 他们家打底衫 真的是非常非常保暖 而且穿上身的 舒适度也很好 颜色会不会也太多了 虽然都是这种棕色系 这是棕绿色 这个是坨色 也是偏棕色系内挂的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棕色系 我觉得可能黑色短靴 更呼应一些 因为我可能等我搭配的包 也是棕色系的 我就不想身上出现 太多的棕色系元素 因为有的时候 东西太多了之后 就会显得声音了 搭配了一个牛角包 其实也不需要把它扭起来 就这样子了 也是一个还蛮复古的一套路 然后还打算搭配一顶帽子 然后整体的造型感和它的复古感 就会比较完整一些 换了一套内搭 这套内搭是一个黑色的裙子 里面的内搭相对于比较简单 因为这件衣服本身就比较有存在感 所以里面还是相对于低调一点 其实像搭配里面这种比较简单的内搭 如果你不想让整体看上去太简单的话 其实也可以从一些小的配饰的入手 比如说搭配像我这种珍珠项链 或者搭配丝巾 记起来 因为想搭配之前 也是想把衣服记起来 整个能呈现大衣本身的一个型 整个细节做的也是蛮不错的 也是用的皮质的 然后之前黑色用的是黑色的皮质 现在用的是棕色的 然后腰带一起整个版型 就会非常好看 本金大衣属于真的很有气质的一个大衣 然后我觉得是相对于其他大衣 多了一些精致感 搭配的Rode这款包 我觉得跟这件衣服的气质是比较搭的 有种相得益装的感觉 如果觉得稍微整套单调了一点 其实还是可以用其他一些配饰 比如说我选了一个这种丝巾 它都是系起来嘛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塞进去 其实你不需要露出太多 也不需要它的存在感太强 就露出这样一个边边 就能就是多了一点色彩在里面 最后一件妥色搭衣 摆明是非常典型的一个A字版型 整个双身是会呈现大A的一个形状 那这种搭衣是很适合搭配一些散裙 或者搭配一些连衣裙 当然它跟裤装搭配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等我会示范一下 突然发现这四件的面料都是一样 所以整个的质感和出感都是蛮好的 这件同样也是去年的一个复活版 然后做了一个新的颜色 它既然做复活版 说明之前那个版型是受到很多好评的 然后去年的那个版 也是大家觉得非常非常好看 包括我自己也是很喜欢的一个版型 自己也是自由了那些黑色 我有很多黑色搭衣嘛 但是那种版型的黑色搭衣真的是没有 我把珍珠项链去掉 虽然搭配的都是同一件黑色搭衣 但是我这次不想搭的这么气质 想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风格感 衣服就这样散开 大家应该很明显地感觉到 这件衣服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A字版型 那A字版型就是非常适合 离境现在女生穿 然后也很适合搭配一些散裙 这个也是一个利临的设计 A字型的搭衣本身的风格是会偏优雅一点 偏女人一点 然后利临的元素加进去就会多了一些随性感 多了一些潇洒感 然后把这个一记 腰带一记立刻就能突出腰线 然后整个人的比例特别好 我选择了一个红色的这种包包 我觉得会提亮整体 而且我觉得红色和棕色也是一个很好搭配的一个颜色 然后整套会更有布感一些 天体稍微再冷一点的话 可以再搭配上一些配饰 比如说像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再次入镜 还有一个大雷金 我觉得这套搭出来的感觉会有一点点流浪感 就是很随意的那种感觉 然后整体的颜色也不会觉得太单调 换了一堂内搭 然后是以裤子为主 因为这件大衣可能大家会觉得只搭裙子会更好看 所以我想示范一下搭配裤装的一个效果 这个衬衫它是比较有硬挺度的 所以你搭配一些大衣它不会乱窜 其实你看搭配上裤装整体的效果也是ok的 因为它领子这样散开来也是好看的 不管是直接这样散开 还是说把它系起来都ok 不把领子立起来 直接就这样子系起来 我觉得效果也蛮不错的 然后还有一点点叠穿的感觉 然后搭配了这个包 跟里边的衬衫颜色再呼应一下 才蛮适合通勤的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 我们先